基隆市長謝國良參加國立台灣海洋大學112級畢業典禮時 以自身的經驗鼓勵大學畢業生有機會可以繼續到研究所深造讀書 相信對進入職場和生活上都有很大的幫助 對於我們大學的畢業的同學們恭喜你們 我想不論是進入職場或是進入研究所 相信你們一定都有很充分的規劃和一個自己的想法 對我自己而言我大學畢業後過了4年我才進入研究所 那我雖然在研究所前念了16年 可是我真正的學習興趣卻是從研究所才開始 說來很慚愧 但是假如未來我們這些大學畢業的同學們 有一天能夠念研究所的話我會非常的鼓勵 因為我真的覺得對我個人的經驗來說 念研究所給我在職場跟生活上很大的幫助 謝國良也表示基隆市是全國道外縣市就業比例最高的縣市 因此身為市長將積極推動和七堵台鐵共構打造商業辦公就業大樓 以及以七堵陽明海運公司為中心 在陽明海運兩側規劃打造七堵的就業基地 改善基隆市的就業環境 基隆市對外就業最重要的一個我們想要推動的政策 也是我們現在全國道外縣市就業比例最高的縣市 所以我們的市府一直努力思考如何推動更多的就業 包括在七堵我們的航運三雄陽明海運的總部的四周 未來我們都希望能夠建造 跟陽明海運一樣更多更廣的就業基地 來提供給航運相關的畢業學者跟就業人口 所以我希望未來基隆市府 基隆市可以跟海大一起共同成長共同學習 謝國良也祝福海大畢業生 他們畢業後不論是直接進入職場 或是繼續深造讀書 都可以蓬城萬里發展所長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